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继续基于百度笔子的 UI设计师真将成的一个讲解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王波 那么通过前一堂课的学习 我们主要通过一个软件的运行 分析了软件的各个模块 以及各个模块所使用的各个技术 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讲解一下 这个开发之前的一些开发规范 以及开发前的一些准备 我们首先研究一下这个开发规范 可能这个开发规范的话 我们分为三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就是框件打减的一个规范 第二一部分的话就是代码的一个规范 第三一部分的话就是资源的一个规范 那么框件的打减规范的话 可能主要就讲解的是一个包定义的一个规范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因为包的一个定义的话 很多时候就决定了你这个适逢专一 那么一般情况下在公司的话 就是一个CAM加上公司名加上项目名 再加上后面的这些共同构成的一个包名 比如说我们在做软件开发的时候 我给大家实力的讲解一下吧 一般情况下做一个大型的工程 可能就包含着这些包 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CAM加上一个公司名 再加上一个包名 然后就再加上一个activity或者什么东西 就共同构成了整个UI的一个包名 然后在打减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还需要第二个包 那什么包呢 就是一个首先我们把这个Uter包定出来吧 Uter的话主要就是一个帮助类的包 也就是说我们访问SD卡或者说做数据的解析 我们都可以或者说数据库的一些链接之类的 都可以放在这个Uter包里边 就是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帮助类的包 那么第二部分可能就是一个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就是在安卓里边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叫什么包呢 Untidy的包 那么这个包的话主要存放的就是 这个软件中的一些对象 这可能就是这个软件中的一些对象 那么和这个Untidy对应的还有一些包 叫什么包呢 叫做大包 那么 错了不好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 溜一个package 在刚才这个包下直接溜一个大包 那么大包主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大包的话可能主要就是定义 整个安卓软件所使用到的一些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的定义 一般情况下和这个Untidy这两个包是一一对应的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一个实体对应了一个接口 所以说这个包里边所建的所有内容 就是我们所定义的一些接口 那么和大包对应的有第二个包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一个Dow EMP 那么这个Dow EMP主要这个包的功能是干什么呢 这个包里边的所有的内容 就是为了实现当前这个Dow包里面的所有接口 所以说这一个类是为了实现这一个类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这个类 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实现这一个包里边所有的一些接口 那么同理和这个Dow EMP定义的还有第三类的包 那么这一类包叫什么包呢 叫做Dow BIJ包 那么这个Dow BIJ包主要是干什么呢 就是和整个Activity进行页面数据的一个交互 主要就是通过调用它 所以说这就是和Untidy对应的四个包 第一个就是一个实体包 第二个就是Dow 刀包 第三个就是Dow EMP 第四个就是Dow BIJ 那么这几个包基本上都是一意对应的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实体对应了一个接口 一个接口对应了一个实现 一个实现对应了一个调用 所以说这四个包是仅仅的 是不可分离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在定义这个包的时候 还要定义第二类包 比如说在安卓里边的话 可能还要使用到一些什么呢 Service使用到一些服务 那么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个Service包 如果我们还需要使用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如果还需要使用到比如说广播的话 那就是BROADCAST 使用到一个广播类型的一个接口包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类型的一些函数 不能说函数 应该说不同类型的类放入不同的包 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去理解它 那么在这个包里边 可能我们在写当前这个软件的时候 还涉及到哪些呢 还会涉及到就是当前包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一个空间的自定义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无忧的包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定义的 定义一个无忧的包 那么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有些情况我们需要使用到什么呢 数据库 那么需要使用到数据库的话 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个关于数据库的包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包有很多定义方式 可以是什么呢 DB 也可以是什么呢 SQL 自己去定义一个能认识的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定义的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些类型的包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做的这个PPT里边 还有哪些包 还有一个无忧到BAJ 还有一个ntidy servers broadcast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写这个软件的时候 有可能会使用到哪个包呢 就说可能会编写一些frigment 对吧 使用到一些frigment 一些替换 或者说其他类型的 我们也可以编写一个 专门的frigment的包 frigment的包 也是可以有的 如果是这个软件中需要使用的话 可能就需要使用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 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包可有可无 因为很多时候 我在订阅的时候 我喜欢把它订成一个类不类 还需要订个什么包呢 就是一个adopter 就是一个关于适配器的包 所以说一般的 一般情况下 一个大型的软件的话 基本上就包含了这些包 第一个包 可能我们要改一下名字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才对 要是一个activity 这样的话 这整个软件 基本上这个架构就打好了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会问我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当前这个工程 为什么要订阅成这种类型的包 对吧 可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比如说 有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在一起做开发 每一个人写这个软件 写这个代码的一些风格都不一样 那么如果统一这个包的一些名称呢 大家就遵循相应的一个规范 所以说 这就是相应的一个开发规范 也就是说 定一包的时候 大家按照这个特定的那些规矩的地 定了之后 大家都遵循相应的一个规范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整个包 完完全全的 按照这一个模式定下来 这样的话 整个软件上 看到就有一种美感 对吧 那么第二个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代码优化 代码规范 这个代码规范的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 其实在很多那种小公司 做开发的时候 都没有注意到这点 这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代码规范的话 可能就包含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模板的一个规范 模板的规范的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模板规范里边 就是有一个文件定义的规范 类的定义的规范 方法定义的规范 对吧 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义 这个模板的规范呢 实际上 可能你们在这个网上一搜 都能搜到 就是说 关于一个Java的注视模板的 一个什么呢 定义 这个都是能搜到的 那么这一个注视模板 它的一个主要就是在这个 看看是在哪个地方 不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那个Java里边 有一个叫CodeStyle Tempo 对 就是在这个里边 第一个就是一个文件的定义的规范 比如说大家需要编辑它的话 只需要去编辑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一个类的命名规范 第三个可能就是一些方法的一些 方法的一些规范 对吧 覆盖方法的一些规范 GatorStyle方法的一些规范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 这是关于这个Java的一些注视模板 然后把相应的改了改一下就可以了 整个小组在开发的时候 统一一下这个注视模板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不统一这个注视模板的话 一个程序开发出来 到处都是问题 一看就知道是几个人开发的 回复起来也不是方便 这就是这一方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就是文件的一个定义规范 第二个就是类的一个定义规范 三的一个的话 这是方法的一个定义规范 第二个的话 可能就是合理的使用 那些修饰符关键字 这是最基本的 public provit protect filer steadic 等等 这些关键字也合理去使用 那么第三一部分 可能就是这个资源的一些规范 可能和我们这一两课 就是说和我们定义这个UI 更相关的 可能就是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资源的一些规范的话 第一部分可能主要就是一个媒体资源 第二个数据库资源 那么媒体资源的话 主要包含了mp3文件 mp4文件 这两类文件的一些方法 mp3 大家知道是音频对吧 mp4视频 那么这两句 这两对文件如何放来 那么一般情况下 在整个安卓工程中的话 可能 在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 oset oset目录 那么这一个目录的话 主要存放的 就是一些 那么来 静态资源 那么这个静态资源 可以包含mp3文件 也可以包含mp4文件 还可以包含那些数据库的资源 都可以放到这个oset目录里面 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话 可能就是说 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建一个工程 叫做raw这个文件夹 然后把所有的mp3文件 mp4文件 也可以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那么可能大家就会问我 那么王老师 这个raw文件和那个oset 这个文件里面存放的这个静态资源 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既然这两个里面都可以存放这个静态资源 对吧 那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raw里面的文件 在apk进行打包的时候 不会进行压缩处理 就是说原来是多少兆 现在打包出来还是多少兆 这个文件 那么在这个oset目录里面的静态资源文件 就是在这个.apk文件进行打包的时候 它是会进行一个压缩处理的 所以说这就是这两个文件的一个 存放那个静态资源的一个区别在这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存放那种软件的提示音 还有就是基本的一些小的一些音频视频的时候 都是存放在这个raw里面文件里面的 而存放那个数据库资源的时候 一般存放在oset目录里面 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个存放的一个规定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一个数据库资源的存储 那么数据库资源的存储的话 我们可以放到两个地方 第一个可能就是一个oset目录里面 第二个可能就是直接存储有sd卡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在进行安卓软件开发的时候 那么当这个软件安装在 我们当前这个手机上的时候 实际上在我们手机上 data目录里面 是存放唯一的一个 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这一个fire explorer里面 因为我没开当前的这个模拟器 所以说没有 因为算了我就不开这个模拟器了 一会儿的时候它挺卡的 因为在这个目录下面 就是在这个fire explorer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关于 在这个sd卡里边有一个data的目录 那么在这个data目录下边 就是存放了当前 这个手机上安装所有的软件的一个包的包名 以及所有数据库的资源 应该说如果是创建数据库的话 都是存放于里边的 那么这个数据库资源 我们说可以存放在allset的目录里边 也可以直接存出于sd卡 那么直接存出于sd卡 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 直接存出当前的包名下 建一个数据库对吧 那么大家想过这种情况没有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开发 那么这个开发 假设要使用到全国各地的省市 全国所有的省市还有县 就是说直接从这个省市县 所有的地方 我们需要存存在一个数据库里边 那么我们是真正的需要我们自己去创建数据库吗 显然不是的 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可能 我们对方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 就是关于当前这全国各个省市的一个db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db 那么直接使用这个db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当前的这个db存放于 owset目录里边 那么owset目录里边 逻辑上是没法直接去访问这个数据库资源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个owset目录里边 把这个数据库放里边 每一次要去读取当前的这个db数据库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把当前的这个owset目录里边这个文件这个db文件存放于我们在这个sd卡上面建立的一个缓存区 缓存区 那么存出这个缓存区之后 然后我们每一次读取文件的时候 实际上直接是从这个sd卡上面去读取这个文件 所以说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OK 这是第二类数据库的资源 那么第三一类的话 就是一个图片的资源 那么这个图片的资源的话 可能就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hdpi结束的 hdpi h可能大家都知道是hide的意思 这是高分辨率 高等分辨率 那么这个里边 这个文件夹里边 主要存放的就是高等分辨率的一个图片 第二个就是drawable ldpi ldpi是low的意思 low这个单词 那么这个就是低分辨率的一些图片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drawable mdpi mdpi是什么意思呢 meder 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以前读书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一个meder school 对吧 中学的意思 meder什么意思呢 中间的意思 可能就是说 那么drawable dpi 主要就是存放一些中等分辨率的一些图片 这就是这一类的一个图片资源 一个的一个存储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字符串资源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上面可能就有一个字符串资源 那么字符串资源的话 通常是存放于这个目录下面 就是在一个valius目录下面 有一个叫做straw.xml 那么 所有字符串资源都是存放于这一个目录下面的 那么在这个字符串资源里边 那么它是使用的是插面的一个语法 那么前面的这一个 你看每一个就是定义这个字符串前面都有一个lame对吧 lame前面的这一个就是名字 后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字符串字面的一个valio 一个值 所以说前面是名字 后面是这个值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通过这个引用前面这个名字 直接来使用后边的这个值 对吧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 ok也就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堆的资源 可能就是颜色资源 颜色资源的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下边直接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楼上去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一下吧 改一个colors colors.xml 直接建一个就是关于颜色的一个词 应该是color.不应该是colors. 应该是color.xml 然后就是这个的资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把它删了吧 因为那两个里面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边这一个就是尺寸资源 尺寸资源的话叫做demense demense这个资源的话主要是存储在这个下边 以前没有 应该是存放在这个valioz目录下面的 它的一个命名 这是一个demense.xml 一个尺寸的资源 就是存放在这个目录下边的 然后就是一个动画资源 那么动画资源我要多说一句 因为动画资源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在这个文件下面 建立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一个animal animal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直接来配置当前的这个动画的一个chamere表 chamere的一个文件 chamere文件是在这个下面去配置的 这就是这个动画的一个资源 那么动画资源罐之后 这是一个风格和主题 这个也挺重要的 风格和主题的话 主要就是第一个style 这一个资源文件夹里面的 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那么风格就是软件的一个整体风格 或者说来 其中一个空间的一个整体风格 那么主题的话 就是说整个软件的一个主题same 或者说单个页面的一个主题 这个都是可以设置的 这个到后边我们都有所会设计 那么这就是这一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下一堂课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主要 就是通过一个代码的方式 来研究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基于百度笔纸 UI设计实战的一个软件的一个编写 那么这一堂课的话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主要就是讲解的是一个开发中的一个使用规范